嘶 分享 故事 表哥, 你還沒跟舅舅拜年嗎 他在外國也不能派到禮事 他給了我, 你不知道Pay Me也能派到嗎 我知道 舅舅高興發財 高興發財 這麼大的貓 現在只能讓人出來吃飯 有些分享給你, 誰都給不到 那Pay Me拍了什麼 還可以一次過派給很多人 兒子的風, 你給我吧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錢來的 真的什麼來的? MIRROR成員姜濤 一直都有很多廣告 可以說是廣告小王子 日前首度亦和最新的女團COLA 成員Marv和Dave聯手 亦和黃遠芝和Youtuber雞丁 一起拍攝銀行網上支付平台的賀連廣告 姜濤亦說自己很興奮 因為今次的拍攝就好像在拍攝賀睡片 他就說他本身很喜歡熱鬧 而且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港產片的賀睡片 尤其是劇情多數是關於一家人聚首一堂 以及特別有過年的氣氛 而今次的拍攝廣告現場正正有賀睡片的感覺 他就說他飾演的角色 就跟上司、同事和表妹爭利史 雖然拍攝的時候要不停跑 但他覺得過程非常好玩又有趣 說到姜濤會不會準備新年派利史呢? 姜濤繼續說 以前他經常收到長輩的利史 但開始工作後也會派利史給同事 而支付平台的利史功能 亦可以方便他隨時隨地派給不同的人 派給一些隊友是很方便的 而在拍攝期間 黃遠芝亦分享了自己派電子利史的經驗 他就說他自己是一個很重視傳統的人 無論結婚前後都好享受 向身邊的人派利史 因為可以表達他們過去一年的借意 而電子利史亦都好方便快捷 更加環保 他就說好符合他的個人理念 而在農曆新年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為環保盡一分力 可以學習去漸漸改變這個習慣 亦都對地球會有深遠的影響 我們一起看看網民如何回應這個廣告片 有不少網民說支持姜濤一起派利史 亦有很多網民說他看這個廣告片 錄了很多次 而且姜濤在裏面也是非常可愛 很有趣的畫 有姜粉亦都說 German拍這個廣告應該拍得很開心 因為他可以大膽地吃東西來拍 所以應該可以滿足他的食慾 有些網民也大讚Marv說他很有氣 就算他側面也做足功夫 很有演戲天分 另外有些網民也說 兩位女團成員很可愛 但姜濤吃東西更可愛 看來有不少網民都很喜歡姜濤 在這條廣告裏面的表現 MIRROR和ERROR絕對是我們近年的廣告人氣王 他不單止姜濤接廣告就接到首員 其他成員都成為不少廣告的新寵兒 有知他們上半年其實已經接拍超過150個廣告 只是姜濤已經佔了近40個 而近年MIRROR和ERROR的成員都有很強大的粉絲 所以有很多粉絲都會支持他們 例如早前姜濤和TWINS裏面的阿莎拍攝廣告片 有關於HPV的接種 也成為了教育宣傳大使 另外七師傅和Fixle三位成員也合拍廣告 另一方面Mike和Agent L都有拍到家電廣告 另外MIRROR成員Anson Kong也擔任代言人 就是一些關於信用卡的廣告 至於Edan他近日也計算賀歲片《合家勒》之後 他又再度和吳均瑜合作拍攝保險公司廣告 在廣告中他又化身命運使者去探討人生和退休大計 至於Ian我想大家都會見到他的廣告 因為他亦有拍過淡賴廣告 可以說是深受粉絲的喜愛 不妨礙你 我會看太陽 有落空的小朋友 這次是小朋友 好幾句 很難請 你不得了 沒得了 我會看太陽 會讓我先別人 你不止 我會看太陽 你不得了 我會看太陽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會看太陽 我要開拍攝 我會看太陽 我會看太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